当花花遇到怪叔叔 花花正在外场独自啃竹子 突然两个陌生的兽医走了过来 由于看着脸生 在他们靠近的时候 花花突发奶胸 直接就发动了攻击 两个兽医瞬间吓傻了 原来那个传说中脾气很好的花花 也会有奶胸的一面 好在这是花花最爱的苹果 及时地送了过来 看到果果的花花 瞬间就变得温柔了 你看着兽医大哥 那是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就上手摸了 有苹果你不早说 随便摸随便看 兽医一边喂苹果 一边就给花花检查身体 结果花花吃完了还继续啊 真香 很快兽医就检查完了 临走时又递了几块过来 因为花花吃得太慢 就直接放在了她的小桌板上 搞得还挺难为情的 这么客气干嘛 实在不行 你们就多检查一会儿吧 给老杨来不关注 重击以后 你也是有熊猫的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